今天要來介紹10個動作 讓你能夠在演奏場景的時候 保持放鬆的狀態 嗨大家好我是眼鏡貓 歡迎來到Nicomall Food頻道 不知道你在演奏場景的時候 你有常常覺得自己吸不到氣嗎? 或者是不管怎麼樣練都很不順暢 這有可能是你的身體太過緊繃的關係 我以前呢其實是個頭腦動非常多的人 就是頭腦動得不停 然後長久下來呢 他在某程度上他影響到了我的睡眠 所以他造成我的肩頸很緊繃 然後甚至呢造成我整個頭部是前傾的狀態 那這樣的前傾呢 他不只是對外觀上有什麼影響啊 其實他對日常生活中的影響也是蠻巨大的 他會造成你呼吸上的緊繃 因為你脖子這一塊前傾的話 他會讓你的這個血液循環啊 就是人家所謂的氣血不通暢就對了 所以如果你在這樣的狀態下 你就更不用講你呼吸要怎麼樣很順暢了 那其實這樣子的一種緊繃的狀態 在一起是不自知的 所以才會到了已經很明顯的前傾呢才會發現 所以我們必須在我們每天練習當中呢 去做一些額外的練習去提醒我們 保持一個放鬆的狀態 其實雖然我們都知道 我們在演奏樂器的時候要保持放鬆 但其實不是那麼容易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有去觀察一下 就是你日常你很在乎的這些 譬如說工作啦或者是練習 如果你太過專注的話 你可能會忘記喝水 甚至是忘記呼吸都是很有可能的 那其實這樣太過專注的狀態 你會看不到你現在當下的狀態 所以你會失去某種彈性 你會沒有辦法知道你現在必須調整什麼 你會過度的用力 那它就會影響到很多個層面 它如果短期來說呢 它可能只是造成你肌肉痠痛 但長期來看呢 它可能甚至會影響到 我剛剛講的就是你的睡眠 然後再來就是你演奏上的呼吸 你會覺得怎麼樣吹都很不順暢 因為你等於是這個上半身整個是緊繃的 你是沒有辦法去順暢的去使用它 然後長久下來你可能就會出現人家 很多人在講就是 我演奏樂器上的傷害 所以到底要怎麼樣做 才可以在演奏樂器的時候保持專注 可是又能夠是在放鬆的狀態呢 所以接下來我會介紹十個小動作 可以讓你去做練習 你可以加在每一次你練習樂器 或是演奏樂器前 這十個小練習呢 它可以幫助你去察覺你的頭腦 還有你身體的狀態 所以你就不會太過於一股腦的 直接就去投入或是你已經用力 可是你竟然沒有發現 然後你可以在這個 這幾個小練習當中去發現 喔原來我的身體這麼緊繃 喔原來我的肩膀這麼緊 喔或者是 啊原來我的身體哪一個地方 它是卡住的 你是可以在這十個小練習當中去發現的 那不要忘記在這系列的練習當中 去保持你順暢的呼吸 以及放慢你呼吸的速度 保持呼吸以及放慢你呼吸的速度呢 它是可以讓你快速放鬆下來的最好的一個方式 然後更重要的一點就是 不要去平斷你現在的狀態 就是如果你發現 啊你有一塊很緊 或者是你在做某個動作的時候 很有點勉強 都不要去平斷 就不要 就不要覺得說 喔你你喔天啊 你這身體很爛什麼的 不用去平斷 你只要去察覺說 喔原來我身體現在這個地方是緊繃的 就好了 然後再藉由呼吸呢 去讓它更放鬆 然後在你每一次每一次的練習當中 你會發現你的身體狀態慢慢不一樣了 好那所以接下來就來講了 所以這十個練習分別是什麼呢 好這十個小練習呢 我是從很多的這個瑜伽練習當中啊 然後還有很多在講就是 你演奏樂器或是使用你身體的話 你要怎麼樣去放鬆 我是從很多個部分去把它總結起來 就是我在練習過程當中覺得非常有感 而且很有效果的方式 那你可以在 你可以在練習當中去斟酌 你現在目前身體的狀態 然後去做調整 不過這順序呢 我其實是有特別排過的 他是依照就是 你動作比較小到動作比較大 所以如果可以的話 盡可能按照這個順序 那練習的時候你可以選擇坐在椅子上 像我現在就坐在椅子上 或是盤腿坐在地上都是可以的 好我們第一個動作到我們第八個動作呢 都分別是做一分鐘 好那你們可以在這個app裡面去下載這個程式 你可以去設定就是每一個區段呢 你要幾分鐘多久的時間 然後他會有一個提醒的聲音 你就可以很專注的把你這個動作做完 然後不用一直的去注意時間 好那我們第一個動作是 把你的頭低下來 左右慢慢的去轉動你的頭 好左吸右吐 好如果當你轉到這裡的時候 你已經覺得你這裡緊繃了 那就不要再往旁邊轉了 你可以就往你的右邊 吐氣 好往左吸氣 記得所有的動作都是放慢喔 吐氣 吸氣 好那一次一次當中 你會覺得自己越放鬆 如果你轉頭的幅度可以越大 你就可以往旁邊擴展 吸氣 吸氣 吐氣 吸氣 吐氣 吐氣 吸氣 吐氣 好記得要做一分鐘 然後接著第二個動作 是將你的頭往左轉 以及往右轉 往左轉的時候吸氣 往右轉的時候吐氣 記得都在放鬆的狀態 是1 2 7 1 2 2 好 然後接著是第三個動作 第三個動作我們會互動到我們的脊椎 然後這個動作的時候 當你往前推的時候 就是你整個是往前推的 往前推的時候是吸氣 往後縮的時候是吐氣 好 就是退到你不能再退為止 然後吸氣 吐氣 吸氣 吐氣 吸氣 吐氣 好 穿比較寬鬆的衣服 他是這樣 你要把自己整個縮起來 然後吐氣 吸氣 往前推是吸氣 吐氣 把自己完全縮起來 好 接著是第四個動作 第四個動作呢 你將你的手放在你的肩膀上 好 然後我們要去轉動我們的身體 然後你轉動的時候是讓你這個身體的力氣 自動的去讓它轉 不是很 不要很刻意 不用很刻意 他是因為你的身體轉動 所以他會有那個方向性 你就讓他自動帶動就好 然後當你往左的時候吸氣 往右的時候吐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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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動作是從昆達靈鱗瑜珈出來的 那我 我會覺得這個動作他對我幫助很大 因為我們不太常去做這樣子 轉動我們整個身體的動作 所以他其實會讓我們 背部啊 很多地方卡住的地方 能夠放鬆 好 那接著呢 是第五個動作 好 一樣是我們雙手放在這肩膀上 然後吸氣的時候起來 好 那起來的時候呢 你後面的手是這樣子的 這樣 然後放下來 這樣 放下來 把它往上推 推到最上面 然後放下來 好 然後吸 吐 吸 吐 吸上 吐下 好 一樣是一分鐘 這個呢 他可以幫助你放鬆你的肩膀 我自己的感覺是非常明顯的 第六個動作呢 我要活動我們的肩膀 好 然後左肩提高 右肩提高 好 然後左吸 右吐 好 這雖然看起來有點像印度麥克 但我覺得蠻有用的 好 一樣是一分鐘喔 好 接著是第七個動作 好 跟剛剛第二個動作是一樣 只是他順序是倒過來的 他變成 右吸 左吐 好 一分鐘 一樣一分鐘 接著是第八個動作 第八個動作呢 是兩個肩膀同時抬高 好 然後吸氣 吐氣 好 然後吸氣 吐氣 好 然後一分鐘到的時候 把你的肩膀往上推 推到一個機制點 好 然後不要吐氣喔 先憋氣 再忍耐一下 你會覺得很痠 然後接著全部放掉 好 在這個部分 你就可以感覺到 所謂的全部放鬆是什麼狀態 你可以把這個感覺記住 然後帶入你的練習裡頭 好 接著是第九個動作 第九個動作我們必須要站起來 好 在這個動作裡面呢 我們去 我們把我們雙手在胸口合十之後呢 往上推 推高 像這樣子 然後你的手還是合起來的喔 然後接著呢 你往上推的時候是吸氣 然後接著往下的時候是吐氣 好 然後這時候呢 有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你的手要保持一個合十的狀態 然後它是跟你的 你的這個手刀的部分 它是跟你的後腦勺是 平行的 你是緊貼著你的後腦勺 好 盡可能的可以做到這樣的狀態 如果你是這樣的話 那如果你的手是呈現這樣的話 記得要把你的手推回來 好 你的手可能沒有辦法 真的完全合十 下面有點開開是沒有關係的 好 所以 這樣子總共做三次 吸氣 好 然後吐氣 吸氣 上 吐氣 下 好 第二次一樣 吸氣 上 吐氣 吸氣 吐氣 吐氣 然後第三次 吸氣 吐氣 吸氣 吐氣 好 這個動作對我來說 我也覺得幫助很大 因為它整個可以開展你的胸 開你的背 好 如果你可以的話 你可以 蹲下 然後做一樣的動作 好 建議是這個動作 其實對有些 年紀比較長的人來說會 相對比較困難一點點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慢慢的 看你自己身體的狀態去斟酌去做 然後或者是你在一開始 你只要在一開始的時候 你只要在一開始的時候 儘可能 將你的 儘可能將你的這個手臂 貼緊的耳朵 這樣子 合十 站著就可以了 好 有些人他如果 因為長期脖子前傾的話 他這裡可能會有一大包 所以 他在 你在做這種 如果你是這樣的狀態的話 你在做這個手舉起來的動作的時候 其實你會 覺得有點辛苦 那沒有關係 你可以 你也不一定要喝湿 你可以先這樣子的狀態去做 就可以了 好 就這樣子 然後在這裡停留呼吸 幾次 之後 然後再放下來 這是 這是這個步驟你可以去做的 可以是你自己個人狀況去做的調整 那做完剛剛的這個1到9的動作之後呢 然後你可以 再做一個 15到20分鐘的冥想 然後你可以選擇呢 坐在椅子上 或是攀腿坐在地上 都可以 如果你是坐在椅子上的話 你可以把你的 雙手呢 手掌向上打開 然後放在你的膝蓋上 然後腳呢 腳底板呢 是完全貼在地上的 然後冥想的時候 你不用做太複雜的東西 現在有很多的就是 冥想的練習 但最簡單的就是你 把你的專注力放在你的呼吸上面 好那不要太用力 不需要太用力 你只要 感覺到 去感覺你的呼吸就好了 吸氣還有吐吸的時候 你鼻子的整個狀態 還有身體的整個狀態 好然後一定要去感覺一下 你這裡有一條線把你往上拉 它可以讓你的身體 成 回到一個比較正的位置上 然後放慢你的呼吸 好然後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能做的事情 就是去感覺到 你的身體 哪一塊是緊繃的 然後藉由呼吸 讓它放鬆下來 好 這個練習 雖然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叫做著 其實不是那麼容易 我一開始在做這樣練習的時候 然後我光是做15秒 就讓我覺得很難忍受 就我那時候把那個時間設定下去 然後發現 既然才過了15秒 可是我覺得 我好像做一分鐘了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有一種 就是有身體上的反應 覺得很不舒服 是很正常的 所以不用特別的去批判你自己 你就是再回到 你目前的狀態下 繼續保持你的呼吸就好了 那任何你頭腦在思考的東西 你就讓它流過就好了 不要讓它停留在那裡 然後當你發現了 察覺這是一個很好的練習 你發現了 然後再回到你的呼吸上 任何你頭腦有任何的想法的時候 再回到呼吸上就好了 好了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希望呢你可以在這個練習裡面 培養到對身體還有頭腦的察覺 這個能力可以放到你在練習樂器當中 這會對你有非常大的幫助 尤其如果你需要站上舞台 面對很多人群的時候 你會有平常沒有的那種緊張感 你會比較容易的去察覺到你整個身體的狀態 然後讓它立刻的放鬆下來 或者是它也可以避免 它也避免很多你在練習的時候過度的緊繃 你也可以能夠立刻的發現 啊原來我現在是這樣的狀態 然後去做調整 甚至是如果你常常發現你的練習是沒有效率的 很有可能是你在練習的時候 你頭腦在想其他的事情 那你可以藉由這10個小練習當中呢 去培養你的覺察能力 如果你在那樣的狀態下 你可以立刻很清楚的知道說 啊為什麼我練習這麼沒有效率 就是因為我頭腦在想 跟我現在當下做的事情沒有相關的事情 好希望今天的內容都對你們有所幫助 那就下次見啦 如果你喜歡以上的內容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為我的影片按讚還有分享 未來會推出更多教學的影片 也請你們繼續的關注還有期待 好那就這樣啦 下次見掰掰